有些明星能火都是有原因的 节目中谢娜让穿短裙的蒋梦杰跪在地上 钱小贤暖心的脱下外套 帮她遮挡 来来来 来来 阿姨啊 我不能坐下呀 腿疼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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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啊 微一点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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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行东被节目组故意调低话筒音量 有多疼 有多疼 当梦被满台上 我来给你听个语众心碎的才有 像谁爱一天的国 美学之前接下来的举动感动到了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寻情只是苦澳的专业 绿手的游泳 老薛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懂得为别人称散吧 略行虽然嘴狠毒 可到了年轻舞者这里 他总是把他们推到前面 接受观众的掌声 拍戏中的华仔看到上前拿到剧的工作人员 他下意识的举动真的很暖心 某节目要求每个人拿出八千包红包 当时如日中天的火星情报局 老薛 薛世仙当时就提议说 咱们每个人拿出八千块钱 凹一个巨大的红包 只抽现场一个工作人员 我录完那一整季五七 我笼共的通告费是六千块钱 当时我的卡里只剩四千块钱 一旁的杨迪发现了面弄蠢色的大索 工作人员已经嗨了 其他的艺人已经开始逐手转账了 杨迪哥就注意到了 当时已经就开始面入酒色的舞了 杨迪哥跟着老薛保护了一族 就是说他那种大索的客户会不会什么 然后当时老薛看了听完之后指着我 我来大概搞笑我来 那那个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 杨迪哥他为什么能把大家逗乐 他会观察很多人在舞台上的反应 所以他接更的时候会接得最强的气氛 杨迪真的是个暖心boy